国药大师石学敏用针灸治好了37岁瘫痪的金融精英 这个小伙子年纪轻轻被确诊为脑中风 西医无法解决 中医却帮他重获新生 小伙名叫明永健 是一名银行职员 可谁也没想到 年纪轻轻的 他会被一个可怕的疾病缠上 2015年3月的一天 明永健清早起床 像往常一样伸手去拿手机 可手部的异常引起了他的怀疑 他的手指仿佛不受控制一般 使不上劲 也不再灵活 意识到不对的明永健 跑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报告告诉他 他患有轻度脑中风 为了让自己恢复健康 明永健在医院做起了指令 这一次他连正常的语言交流和行动 都有了障碍 这让明永健感到深深的不安 事实上 如何让脑中风患者康复 一直是世界医学难以解决的问题 对此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医生 做了很多相关研究 检查了明永健的病情后 石学敏医生为他制定了精确的治疗方案 使医生采用中医的方法 来治疗明永健的病症 通过针灸对明永健不同学位进行刺激 从而改善病情 短短一个月时间 明永健的身体已经开始有了明显好转 只要生活能恢复常态 他就十分知足了 看到明永健的变化 使医生很是开心 他希望中医以及针灸疗法 可以给更多的患者带去希望 中国的中医应该有新的起步 整个的中医药学都应该有新的起步 我觉得在心中会有成就感 尽管成就不会做得多 但做一点也是感觉自己那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